就把锅底那些腌在旁边的锅边的旁边弄干净 我们再开火再放汤 这样就不会怎么焦了 就不会焦掉 好 别太多 现在把这个蛋清炒成凝固状 有点像豆腐脑那种形状的 就可以下我们刚才调好的这个蛤蜊汤 对 差不多腌这个食材再往上一点点 没过食材 对差不多一公分 来现在我们下豆腐 咱们这个豆腐通常分为石膏豆腐和卤水豆腐 咱们这个豆腐选用的是 本地的卤水豆腐 对了我们的焖豆腐主材它不变了 虽然是焖豆腐的创意版 选用的也是卤水豆腐 盐露豆腐 一样的要将这个豆腐捏碎 是 这样比较容易露味 差不多我们等它锅开了以后 把那个浮沫稍微撇一下 加了蛋白和卤水豆腐 还有点泡沫 我们撇一下 基本上就成型了是吧 要开始加配料了 对对对对 我们看这个笔棋 对切成 笔棋我们这边应该叫马蹄 不为离 我们那边也是叫马蹄 因为那笔棋很好吃脆甜脆甜的 对 您加在这里头是为了起到一个口感 对也是起甜还有口感 这个笔棋也非常好 人家又是地下雪梨和江南人参的美称 对这些一次放下去就可以有层次的 现在放入这个豆芽 对 我们可以切调一下味 好 这样就放点盐吧 嗯 只要下些盐是吧 对 隔筋来一点 好 因为我们汤底已经用这个隔离汤 别多 这一份的话可以做四份 一条 对一条可以做四份左右 如果还想再鲜一些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的隔老大隔筋 好 这底下我们这个锅底要去搅吗 需要搅 我就看您动作是比较小心的 对 基本上就只是撇去它上面的浮沫 对 一直搅 一直搅 下面的话就是变成渣糟的 会很散是吗 我们煮一下 对 它们就会比较凝固 嗯 对 焖豆腐的精华就是 它是碎豆腐下锅 成块的豆腐起锅 嗯 哇 现在很鲜 好 刚才我们取出的这些掉底汤的 这些隔离的肉 以及刚才包好的这些蟹肉 对 再下锅 所以下锅小火再差不多盖焖一下 好 再蛤蜊下去两三分钟焖一下 嗯 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嗯 好 看一下 蛤蜊都熟了 嗯 好 我们就把先把这些东西打起来 好 感觉您这个创意版的这个焖豆腐啊 比传统的这个蒲鲜菜的焖豆腐做法更容易 好 先摆盘 对 你看还是完整的 如果很烂 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搅的话 它就糟糟的吧 就注意这个菜就别搅 就第一下下锅的时候 去炒那个蛋清的时候 千万不要大火 对 不要大火 太好的话 快去焦掉 好 好 来 点缀一下 嗯 撒上这个蟹籽感觉就不一样了 嗯 我来尝一下 创意版的焖豆腐 非常丰富的口感 对 这个蛋白和豆腐啊 它紧实 但是又很嫩 对 还有里头加了这个 笔奇和这个豆芽 它的脆 是 以及这个隔离 还有这个蟹肉 那个鲜啊 对 前面在里面的 还有这个最后的点睛之笔 这个鱼子 咬下一口就有那种爆脂的感觉 你知道 在口腔里头跳舞那个感觉 非常的富足 真的是从心口一直延展下去 对对对 嗯 非常感谢陈厨 今天给我们带来这道 创意版的焖豆腐啊 好的 本期有有醋 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